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到人要协为做人 要做一个有思想而且有高标准的人 要达到有理想而且标准高的人 必须要透过学习透过读书 而且是从小到大甚至到死亡之前 你全部都必须要学习 也就是学到老 活到老 那做人功夫啊 可以说是无止境 那读书他特别提到 你要做人达到这个地步 你必须要从读书看书终身学习来进行 他书上啊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怎么去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啊 标准的人啊 那当然我们在学期间啊 很多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有一门所谓的专业知识 那在学期间你学习的专业知识 当然学校里面我们所谓的 德育 体育 治育 美育 跟群育 这些都非常重要 可惜我们目前学校太过度重视 所谓的治育 德育 体育 美育 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人生的礼徒过程当中 我们其他的育啊 道德也非常的重要 你的人品涵养 你的修养都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啊 你到外面做事情 人家会看看你的道德涵养 你的态度为人处事 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会当做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你身体好不好 体育也是非常重要 你能不能跟大家团结在一起 团队合作精神如何 那群力也是非常重要 目前大家在谈到所谓的 品味人生 所以如何欣赏 如何让你的境界更高 更美 美意 就非常的重要 因此要达到这个部分啊 终身学习就很重要 离开学校之后 你也要随时随地 要养成读书的习惯 来充实你的内涵 比如说你过去来讲啊 假设你的专业知识不够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抽出时间来充实你的专业知识 你的语文能力不够 要充实语文能力 或是你的某一方面的 比如说一些相关的 第二专长的课题啊 你要充实也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充实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啊 作者是告诉大家 你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那阅读习惯养成的方式很多啊 你平常还是要 刚刚开始比如说 每天至少抽出多少时间 强迫自己来练书 久了以后慢慢会变成习习 那像我们在兰华大学啊 我们会鼓励大家去到图书馆去练书 我们有所谓的查阅阅 就是大家有一个大家在那边品查 那么同时有一些音乐的欣赏 然后告诉你怎么样的阅读 那分享一些中央书籍啊 培养你的情趣 那人生要够了有品味要愉快 这些都要工夫去培养 当然我们在学校里面呢 有些老师就谈到 他每天都看书 但是老师假设在其他方面 假设没有办法精进的话 或是一些调养调理的话 他有时候也会觉得教书 也是一种枯燥无畏的事情 因此必须要去想办法 多找一些兴趣 让人生更有品味 那么在书中啊 你可以看得到过去一些历史 那历史上有很多有成就的人 他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有些人可以立德 有些人可以立员可以立功 那培养他的情绪 让他的境界更高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有时候就谈到生命的意义 生命教育就非常重要 你为什么要做人的目的何在 然后你怎么提高你的境界 那在钱先生这本书里面 还有谈到一些相关的分类 还有告诉大家怎么去充实 也许这个部分 我请萧老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我们钱兵士先生 也就是钱穆先生 他这篇读书以做人呢 告诉我们说 我们从小一出生 其实就开始要学做人了 然后到了我们垂木之年 还是要做人 甚至呢 我们到了最后那一席上存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做人的功夫 所以说做人的功夫从哪里来呢 那就是我们平常从读书 还有做学校教育 那当然学校教育就是包括这些书籍 那这个我们的钱穆先生 他其实是鼓励我们 出了学校之后 还要继续保持读书的好习惯 因为读书的让我们学到一个 别人经验的累积 也就是我们这么几千年来 有多少伟人 他们把他自己的经验写在书上 那可以当作我们的榜样 那可以碰到这些以前 已经这么有经验的人 来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把书读得好 从书中来学做人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读书是 做人必不可少的 那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为什么老师以前 一直希望我们读书 可是我们以前读书 都常常就是为了考试 为了成绩 那钱先生呢 也是钱老师 他钱泰老师 他就是希望说 这些中学生他们毕业以后 不要说因为这样子 就把书放在一边了 可以去找自己喜欢的书 那自己喜欢的书 包括有修养类的 修养类的书 那在我们历史上 我们的社会上都可以找到 那他推荐的有哪一本呢 他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轮椅》跟《孟子》 那以前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 《中国文化教材》 有这两本 可是呢 当你离开学校以后 你再把这两本书 来读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他真的是我们修养 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 提升了一个很好的书 那有人喜欢老庄学说 甚至六祖谈经 这种都是未来我们 可以在生命当中 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书 所以读好书 的确可以提升 我们的人生的境界 那另外呢 像现在年轻人 他们一定 还希望有一些欣赏类的 甚至退休的朋友们也是一样 他自己对花道有兴趣 或是他对茶道有兴趣 对电影有兴趣 甚至对哪一方面有兴趣 他都可以去做这些研读 就是欣赏类的书 还有我们自己的知识 要充实就是要有博文的 多文这一方面的书 知道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 它的道理 它的存在 这是博文方的书 那最近发生的一些书 性情的事情呢 就是科学 这薪知的书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钱老师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 你只要把自己喜欢的 自己的兴趣 在书中去找到以后 保持这个读书的好习惯 常常以前不是说 在古代的我们有愿影就说 书中自有颜如意 书中自有黄金乌 那就是鼓励我们说多读书 那秦老师他更是强调说 你读书要读终生的 即使你在临终一起上存 还是要读书 因为你做人是还没有毕业 这边讲到说 做人功夫是无止境的 所以说 我们能够从这个过去的 这么优质的 像我们的孔子先生 孟子 还有释迦摩尼佛 还有耶稣 穆罕默德 他们的经验 写下来这些书 来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把自己的生活 的品质提高 然后心灵也能够提高 这个就是 培养情趣以后 能够提高我们的境界 那这个是 这样子来了解 原来读书 对我们有这么多好处 所以说 大师他很英明 他也很善巧的 把这个书 推到我们的偏乡地方去 因为我们偏乡的孩子 其实真的要读书 还真的不容易呢 所以我们佛光山有这个 饮水书车 一直一直开到 很远的很远的偏乡的地方 那孩子看到有书 能够去读 而且高高兴兴的读 甚至有老师到那边去陪他们读 这个都是大师的一个恩德 他来培养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无论你是在更偏眼的地方 还是可以得到这个书的好处 那我相信这些孩子 因为有这些云水书车的书 让他从小习惯来读书 他们未来做人做事 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注意 所以说钱泰老师 他这篇读书已做人 给我们是很好的启示 然后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自己有没有读书的习惯呢 请问校长你有没有读书的习惯 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维持有读书的习惯 当然读书的内容很多 包括一些期刊 包括一些修行的书 或是其他养生的书 那像我们在学校 我们有所谓的热灵大学 提供给我们一些相关的 一些退休的人员来进修 我们发现这些热灵的一些朋友 中高龄者这些朋友 他养生的一些课程他最喜欢 还有比如说健康、茶道、修行、打坐 这些他们都非常喜欢 那特别是跟他一些修行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娱乐方面他们也喜欢 那比如说你叫他打太极拳 或是唱歌这些他们都很喜欢 那我是觉得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非常重要 因为同学假设你离开社会 离开学校 假设你没有再继续进修的话 很可能你的知识水准 就会受到阻碍 因为社会底线是变动太快了 包括我们像IT 电脑方面就进步非常地快速 还有很多跨领域的学习也非常地重要 你现在包括你在这边你很强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这些都是告诉大家 一定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刚刚开始也许每天至少鼓励大家 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 习惯了以后慢慢就成为自然 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同学 还有在座的观众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离开学校的同学的人员 更应当要逼着自己要看书 还在学校的时候 不只是充实里面的课程 同时课程以外相关的 得志体前面相关的一些教育 类别还是要想办法充实 我个人常常喜欢比如说打坐 一些修行的一些相关的书籍 我是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平常来讲 看看一些打坐的过程当中 你会遭遇到什么困难点 你要做什么准备 然后你在打坐的过程当中 会遭遇到什么困难点 人家过去有经验的人 会起在书上 会跟你提到 或请教人家老师 然后你打坐之后 你要怎么来收工等等 像这些人家也非常有次第 都是过去人在分享他的经验 你多读一些人家的经验 你到最后在缠坐的过程当中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经验 你就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人家当初要提这个课题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终身学习的确非常重要 浅先生他目的来讲的话 告诉大家 你要学会做人 但学会做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要读书 你没有读书来讲的话 你不知道人家很多的点点滴滴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 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那萧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终身学习 让那个读书养成习惯 我先引那个大师 蔡根坛里面两句话 跟读书做人方面的 就是要多读好书 会使自己芳香 让自己芳香 这个芳香当然指 让人家看起来很舒服 然后自己也表现得非常有优雅 这样子 那做人就要像如滚雪球 雪球一样 那越滚越会有人缘 那我想大师他就是做到这两点 尤其大师他已经 从以前就有读书的好习惯 那一般来讲 我们社会如果读书习惯能够养成的话 这个社会是比较能够安详的 那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读书的风气 还不是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再跟努力 那我自己本身也希望说 有这个策利 跟钱老师来学习 就是多读书来学做人 做一个有理想 而且高标准的人 是非常重要 但是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终身学习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随时充实自己 我相信你的人生会更有品味